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三节 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及核算规范 第一个大的问题 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是我们整个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熟练的理解好 这八条信息质量要求他们各自的含义 尤其是针对这里面的可比性 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和谨慎性 要有更高的追求 最好是能够通过具体实力的方式 来掌握他们在我们会计确计量报告当中的具体应用 第一个可靠性 说的是会计提供信息的时候 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不要添油加醋 更不要无中生油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乖乖的呗 老老实实的呗 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为依据来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如实的来反映经济业务的发生 对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等的影响 大家也都发现了 我们八条信息的质量要求 把可靠性放到第一 放到老大的位置上 说明什么 说明可靠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和灵魂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 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引导资源的配置 企业通过发布会计信息 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更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当中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整个社会层面财富的增加 那如果说企业提供不实的 甚至虚假的会计信息 会导致什么结果 会造成资源被错误的配置 进而导致资源浪费 给投资者带来重大损失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了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 曾经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提过词 说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坚持准则不做假账 我想朱总理的这个提词呢 是对可靠性一个最完美的诠释 好了第二个是相关性 又叫做有用性 他说的是 我们会计提供出来的信息呢 应当与报表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需要相关啊 人家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就给人家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呀 也就是说呢 多整点干货 对不对 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我自己呀 说龙哥呢 貌似攀安 情如颂欲 财胜子贱呀 哪有这么夸自己的 你说这个信息跟你相不相关呀 我是说 在你决定是否听我课的时候 我跟你提供刚才的这个信息 你关不关心 你并不关心 那如果我这样说呢 说龙哥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呀 有丰富的实战教学经验 讲课呢 那是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诙谐幽默呀 那对岁务师考试的命题规律呢 把握的非常的精准 你说这个信息你关不关心 你关心呀 那他对你的 他跟你的这个决策需要呢 就是相关的呗 所以会计提供的信息呀 一定要有助于报表使用者 对过去 现在或将来的情况 做出评价或者预测呀 其实谈到了会计信息的两个价值 那这个评价呢 其实说的是会计信息的反馈价值 比如说年初 我们做出来当年的预算 到年末的时候 财务报表编出来了 有没有完成预算呀 有没有突击花钱呀 都是能够得到反馈的 还有一个呢是更加重要的价值呢 叫做预测的价值啊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啊 李世民有一句名言 说以同为敬 可以正义贯 以始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呢 可以名得失啊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啊 我们是可以根据企业过去的财务报表信息 来预测 它未来的发展方向的 好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原来 利润表上的管理费用这个项目啊 近些年来呢 分离出来一个研发费用单独来列爆 这不就是为了提升它的信息相关性吗 好了 第三个叫做可理解性的 这个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首古曲 是古征演奏的高山流水 描写的是于伯牙和钟子柒的古事 所谓高山流水玉之音啊 如果各位不是音乐专业出身 又不是音乐天才 你哥我呀 拿古征现场给大家弹奏一曲高山流水 请问 你能够听出它的弦外之音吗 你能够理解它的曲终之意吗 恐怕不一定 对不对 再来看 这是什么呀 那这句话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 是不是 当然它也是一首歌了 大家会不会唱啊 我最近嗓子不太舒服啊 简单给大家横唱两句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妙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妙 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 怎么样 通俗一懂啊 我们会计提供信息就要做到这一点呀 要清晰明了 我们要的不是曲高贺广 我们要的是亚俗共赏啊 因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既有专业出身的 他也有非专业出身的呀 要便于报表使用者的理解和使用啊 好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财务报表的列号啊 除了提供四张主表来反映数字化 金额化的信息以外呢 为了增强它的可理解性呢 还有一个报表的附助披露啊 都是文字性的信息 好了 那么第四个叫做可比性啊 我们来欣赏一下 在今年的二月份啊 女足亚洲杯 中国女足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 最终呢 3比2绝杀韩国队 散户了亚洲杯女足的冠军 之后呢 女足开直播呀 中国女足 有一个美女球员叫做马军 在主持人的建议下秀腹肌呀 她开始还有点腼腆 不好意思 这个腹肌有什么看的呀 后来呢 腹肌一秀啊 整个直播间都爆了 大家没有想到 女人还能够拥有这么明显的 这么分明的腹肌呀 那可爱的网友呢 又找到了一张 中国男足 某球员 赤裸上身的一张图片呀 那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个位置呢 都是什么 坠肉啊 假如说咱们让中国女足和中国男足踢场比赛 绝一下高下 可以吗 显然不可以呀 为什么 没有可比性啊 标准不一致啊 所以要想做到可比性呢 我们就必须统一标准 这个标准呢 就是会计准则 我们准则层面的可比项 有两个层面 一个叫做纵向可比 一个叫做横向可比啊 先说一个例子吧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三桶油啊 2020年 就是疫情的第一年 对不对 上半年报显示 唯一盈利的中海油啊 它实现的这个净利润呢 是103.8亿元 红比呢 下降了什么 红比是中什么油 中海油 红比下降了 65.7% 这叫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纵向可比了 好了 那么而同期中石化 中石油 亏损额超过528亿元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横向可比呗 因此呢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教材的说法 说纵向可比 你说的是同一企业啊 不同的时期 相同或相似的交易事项 我们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等等 不得怎么样随意变更啊 人家不是说绝对的不让你变更 是说不得随意变更啊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确需变更的话呢 对于会计政策变更来讲呢 我们原则上要进行追溯调整啊 不就体现纵向可比吗 而且怎么样要在报表付诸当中做说明 好了 横向可比 说的是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 或事项 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 确保信息的口径一致相互可比呀 比如说什么 我们想从AB两家公司当中选择一家进行投资 那肯定是想投资什么样的企业 财务状况良好 获利能力强呗 比如说我们取这两家公司的每股收益指标啊 假如A公司的每股收益呢是什么呀 是一块钱 B公司的每股收益呢是一块五 我们认为B公司的获利能力强啊 于是把资金投给B公司了 如果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或者呢我们认为B公司的获利能力强是对的 前提条件呢 是这两家公司每股收益的指标 具有横向可比性的这个要求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两家公司的每股收益啊 是按照一个会计准则算出来的 比如说都是按照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 比如说都是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啊 好了 它的应用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不得随意变更等等 好了 第五个实质重约形式啊 看到这组图片呢 是不是有一种时代感啊 有一种年代感啊 这是1984年的春晚 香港有一位著名的歌手叫张明敏 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的中国心》啊 再给大家横唱两句怎么样啊 说 在我心中中千金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阴阳轻 好了 洋装虽然穿在身 但我心呢 依然是中国心 形式是洋装 时日呢 是中国心 那我们在评价张明敏的时候呢 要把他界定为是一名中国人 好了 我们准则这里面讲的实质 说的是经济实质 那讲的形式呢 说的是法律形式呗 对于多数业务啊 他的经济实质往往是能够反映 他的法律形式的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业务呢 他的经济实质啊 就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反映他的法律形式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我们准则说 应当按照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而不应当减依据他的法律形式啊 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融资性的售后回购不确认收入啊 比如说今天啊 我把这支笔呢 以一百万元的价格呢 卖给各位 有没有人卖 估计是没有人卖 是吧 好了 我再说一种情况啊 今天呢 我把这支笔 以一百万元的价格 卖给你们 一年之后啊 我以两百万元的价格呢 从你们的手里 把这支笔呢 买回来 你说你买不买啊 我估计你们都得怎么样抢着买啊 为什么这两种情况下 你做出了不同的经济决策呢 因为第一种情况呢 不管是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啊 它都是一个普通的购销啊 那显然这支笔的不值一百万 而第二种情况呢 虽然形式上它是购销 但实质呢 是投融资啊 相当于是你割我呀 以这支笔作为什么 质押向你借款 所以我收到的这一百万元呢 要把它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呢 我们将来会在收入这一张 给它售后回购的这一部分 给大家进行讲解 比如呢 我们要借一个银行存款 要带一个其他应付款啊 一百万呢 然后两百减到一百的这个差个一百呢 相当于是我们 我向你们借款我承担的利息 这个利息呢 要分什么呀 要分析来记题 我要带什么 其他应付款借财物费用 好了 第六个重要性啊 谈到重要性 我想到了伟大领袖 伟人毛主席 在他的一本哲学著作叫做《矛盾论》 当中谈到的一个著名的论断 说我们做事情 要抓住主要矛盾 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不要眉毛胡子 一把抓呀 提供会计信息也这样啊 那么对于重要的交易或事项 我们要进行详细的 我们要进行全面的反应 那也就是说呢 会计信息要反映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信息 等有关所有重要交易或事项 那言外之意呢 如果是不重要的或次要的交易或事项 你用不用一五一十的去说呀 不用啊 可以简化的方式 或者说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反应啊 来应用 比如说我们供入办公用品 直接怎么样 没有确认存货呀 直接把它入管理费用了 再来第七个 谈到谨慎性呢 谈到谨慎性 我又想到了一位历史人物 诸葛亮 有些福对联大家听没听说过 说诸葛一生为谨慎 屡端大事不糊涂啊 诸葛亮 诸葛孔明先生 如果出生 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的话 有一个职业呀 最适合他 大家知不知道哪一个职业 就是会计呗 那孔明先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师 为啥呢 有两条原因 第一条呢 谨慎呢 第二条呢 善于预测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这里边的谨慎性啊 是因为 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为了应对风险呀 我们在确认计量的时候呢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些交易或事项 尽量保持应有的谨慎 咋保持呢 他说不应当高估资产或收益 不应当低估负债或费用 也就是说 对企业有利的别高估 对企业不利的别低估 如果谈到人生哲学 告诉我们做人怎么样啊 就低调 好了 例子 最典型的是对资产计体减值准备 确认减值损失啊 因为这个处理呢 带某某资产减值准备 减少了该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上 劣势的账面价值啊 没有虚增资产 那么借了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或信用减值损失啊 寄到利润表 抵减了当期的利润 没有虚增 手术这不就谨慎性吗 再有呢 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 包括双倍余额地减法 年数总值法 前期计体的折旧金额大 后期计体的折旧金额小啊 能够加速折旧的计体 早一点把固定资产的原始投资 收回来 符合谨慎性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个交易事项的结果呢 没有不确定性 这不涉及到谨慎性的问题 不涉及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对资产提减值来平滑各期的利润呢 就是资本市场上的洗大澡行为啊 让我一次亏个够啊 当年都反正是亏了 怎么都是亏啊 那我亏个够啊 我大额提减值啊 等到下一年怎么样 我把提的减值呢 大额转回 当年虽然亏了 下一年利润出来呢 这是上市公司 就是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洗大澡行为 这行不行呢 这不行 这叫具体秘密准备 好了 第八个即时性啊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我们会计太抽象是不是 为了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环境当中来学习知识通过考试 尽量我们把课程给大家讲的生动一些啊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 我向各位都看过 里边有三大著名的一勺胜多的战役 有很多啊 段子都写到了 故事都写到了中学语文课本里边 那第一场呢 关渡之战 发生在曹操和谁啊 和袁绍之间 是不是 好了 那么第二场呢 是赤壁之战啊 发生在曹魏和什么 和孙吴和东吴之间 好了 那么第三 这两场我想大家都知道 而第三场呢 叫做什么 叫做仪陵之战 就不是啊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它是发生在孙刘之间 原因呢 是东吴杀害了刘备的结拜拜靶子兄弟官员 那这个时候 刘备已经称帝了是吧 他为了给兄弟报仇啊 因为当年桃源三结议的时候 说什么呀 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那这个大哥很讲究 那这个大哥很讲究 知不知道 说站在感情的角度啊 很讲究的呀 御驾亲征 知道吗 率七十万蜀军 讨伐东吴 后来呢 被东吴 他怎么样 他摆了一个长蛇阵是吧 因为他不懂兵法 他摆了一个长蛇阵 被东吴 有一位少年英才叫陆逊啊 火烧连营七百里 大败而归 退军白地城脱姑诸葛亮啊 当时 刘备有一个部下 好像叫马良 你们可以查一查原文 他曾经把这个长蛇阵 到这个就是一山傍水呀 摆的那个长蛇阵呀 是兵法的大忌呀 他画下阵途 飞马回四川报 回成都报诸葛亮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马能跑得多快呀 诸葛亮看到阵途的时候 战争已经结束了 诸葛亮当时说了一句话 蜀汉气数休矣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 是三国里边 蜀国由圣道衰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关羽败走 卖城丢荆州 好了 那如果说 当时有智能手机呀 你们想一想啊 把那个镇图呢 拍成照片 微信发给诸葛亮 有可能历史的车轮 是不是就改 历史的轨迹 是不是就改小 那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呀 信息的及时性 太重要了 好了 那我们准则 当中谈到的及时性呢 说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啊 应该及时打击详 确认其他报告 注意不得延后 还有一点不得提前啊 那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为了早一点提供财务报表信息 我12月中旬的时候就结账 然后20号前后呢 报表编出来就发布了 审计完了就发布了 行不行 那你这样虽然时间是快了 但是你12月下旬的这个业务啊 就是后半个月的这个业务 你就没法反应 就没有得到反应了 就影响了他的什么 影响了他的可靠性啊 那这样我为了确保他的可靠性啊 这样行不行呢 说这家商事公司的年报啊 等到来年的10月1号的时候 再发布与祖国同庆啊 那你这个时候发布信息的话呢 这个信息的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了 所以我们要在什么 可靠性啊 相关性之间进行一个权衡 权衡的结果就是第八条 叫做极致性 好了原理讲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做几个题 这是2020年的多权 下列会计核算当中 体现谨慎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有案 那应当低估资产获收益啊 我们说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要高估资产 不要什么啊 这个高估收益 那这A呢 说应当低估资产获收益 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呢 对还是不对 他说的不对呀 如果你认为对的话 你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非白即黑非黑即白呀 好了 那么这个A不行啊 那么B呢 不高估资产收益 这是对的 那么C呢 具体特殊准备项目 以平化理论 这是具体秘密准备啊 是不允许的 那D呢 应当确认运计发生的损失 这个没有 确认运计发生的损失啊 这个没有高估收益 是不是啊 防止收益高估 这个是对的 那么E呢 不确认可能发生的收益 不要高估资产 可能发生的收益 不确认 那站在或有事项准则的角度 什么时候确认呢 基本确定收到的时候 确认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 也体现什么 谨慎性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B第一这三个呀 好了 我们再来看18年的这个多选题啊 我做了改编 说下列各项交易或事项当中不属于底项会计 信息质量要求谨慎性的有啊 那我们看A 资产负债表日对发生减值的固定资产提减值啊 这个是不是谨慎性 是谨慎性啊 所以这个选不选呢 那这个我们就不选了 B呢 融资性的售后回购方式 消耗商品取得的价款不确认收入 这个体现的是实质重约形式啊 不是谨慎性啊 所以把这个选上呗 C呢 期末 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性净值赎低来计量体现谨慎性啊 那这个我们不选 地脑付追索权的商业成对汇票的贴线 按照质押融资来处理啊 形式上 我们是把它转走了是吧 转移走了 转移给银行了 我们也拿到资金了 但实质上呢 相当于是到银行借款 所以这个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实质重约形式啊 只要所描述的经济业务 它体现了表里不一 那就是什么 实质重约形式 所以这个它不是谨慎的问题 把这个选上 E呢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 转公寓模式进行计量 采用追速调整法 这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进行追速调整 是为了体现前后个期的纵向 可比性 那这个说的是可比性 它不是谨慎性 就是把这个也选上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B第一这三个选项 好了 再来看17年的这个单选 这个题呢 我也做了改变 说下列各项会计处理方法当中 体现财务会计信息可比性的事 A呢 分期收管销售商品 就有重大融资成分 按照限销 按照限销价格确认收入 这是按照收入准则的一个正常的处理 就是剔除融资成分 所以是不涉及到可不可比的问题 就是这个不选 B呢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一经确定啊 不得变更 如需变更 应当在报表付诸当中披露 这个体现的是什么 纵向可比性 好了 C 对发生减值的资产提减值 谨慎性呢 那再来 4D呢 对个别资产采用限制来计量 这是计量属性的问题 不涉及到可不可比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2B这个选项 好了 下面这个多选 关于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 错误的有啊 那A呢 在物价上涨的期间 采用先进先出法来计量发出存货的成本 体现谨慎性的要求啊 这个先进先出法是我们后边存货的那一部分 要给大家讲的一种方法了 那你看啊 就是假定 顾名思义呗 假定先购进的存货先发出啊 你琢磨琢磨 由于物价在上涨啊 就意味着早期购进来的存货成本低呀 那我们近期呢 购进来的存货成本高 而先进先出法 我们卖的这个存货截转成本的时候 是先按照早期购入的存货成本进行截转呀 就意味着我们截转出去的存货成本是偏大还是偏小 你自己说吧 截转出去的存货成本偏小啊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截转存货的成本是带什么 比如带库存商品把它卖掉的话呢 借什么 借这个主营业务成本 我简单的写了啊 借营业成本了 那由于物价上涨先进先出 我们截转出去的这个成本是偏大还是偏小 是不是偏小啊 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 营业成本偏小 利润就偏大呗 趋增利润 所以呢 这个体现谨慎性吗 这个趋增利润还叫谨慎性啊 违背谨慎性是吧 所以这个说法呢 是这个说法本身是错误的 好了 那二B这个选项呢 说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啊 体现可比性的要求 那这个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对呀 C呢 避免企业出现提供信息的成本 大于收益情况体现重要性的要求 对呀 好 那D呢 适度高股负债和费用 低股资产和收入体现谨慎性 这叫滥用谨慎性 那这个说法是错的呀 我们说谨慎性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这个交易事项本身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才涉及到谨慎不谨慎的问题呀 所以我们这个题让我们选错误的 选谁呢 选A和谁 选A和 还有E啊 接着说来来来 多选题 五个选项 那么企业提供的信息应当 简洁的反映其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体现 相关性的要求 那这叫什么 这叫可理解性啊 所以这个说法怎么样 这个说法是不是也错了 这个题让我们选错误的 那就是谁呢 那就是A A还有谁呢 还有D呀 还有谁呢 还有E这三个选项吧 A、D、E是正确答案的 好了 那第一个大的问题 关于信息质量要求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第二个大的标题 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规范 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 企业会计准则等等 好了 那这一章的内容到这呢 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我们每一章在结束之前呢 都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啊 好了 那么会计假设呢 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 会计分歧和货币计量四个 那会计主体呢 它界定的是空间范围 持续经营和货币计量呢 界定的是时间范围呀 好了那货币计量啊 它是假定币值怎么样 稳定不变 我们是把货币作为主要主要主要的计量单位 那么会计基础有全责发生制和收复实现制 我们税务实考试财务会计部分 主要是讲企业会计 那我们采用的是全责发生制啊 好了 会计要素极其确认啊 我们要熟练的掌握六大会计要素的定义 他们的特征 还有他们各自的确认条件啊 核心的确认条件的就是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 如果是资产收入啊 等等他们的确认就是流入呗 如果是负债啊 费用啊 他们的确认的就是流出啊 还有一个呢 是金额能够可靠的借粮 另外呢 大家还要能够区分出来收入和利得 费用和损失 他们之间的区别 那他们的这个 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呀 收入和利得呢 是日常活动形成的 而费用和损失呢 是非日常活动当中形成的呀 那另外呢 还需要大家掌握收入利得 费用损失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利得和损失 他们会计处理的两种情况 那一种情况呢 是直接进入到所有的权益 就是通过其他综合授业来核算 还有一个呢 是直接进入到当期损益呀 通过营业外收支 资产处置损益等等来核算 那么对于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啊 我们要能够很好的理解五重计量属性 他们各自的含义和他们的适用范围呀 那么最后呢 是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八个 这八个呢 大家要熟练的掌握 好了 那第七章财务会计概论的全部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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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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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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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然後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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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